港股又再進一步收押 由9月份開始到今早為止 已經是五年跌 看看指數 恒指早市先低於287點 到18915點 之後曾經有少少後秋 上回到18996點 但沒有法指再退盡 第一,買盤始終不足 第二,沽額亦浸泡泡湧 結果市況輾轉反覆 一路一路向下限 直至上午11.8左右 其實指數已低於18851點 相對昨天收市跌了351點 如果技術上的形態出來了 第一,指數今日已經開始 正式跌穿了5月10日 以及8月24日所組成一個小雙低 是裂口低開 是跌穿了 第二,指數今個月 在一個先高後低的形態主導下 大市已經是進一步向下穩 今個月的新低 當然不知 暫時直到現在這分鐘 今個月的高位是1號的19839點 低位暫時是今早看到的18851點 即是5天之內指數是跌了988點 跌的速度是比較快的 但問題就是 勢頭偏弱暫時看不到它有什麼 寬定或者是反彈的形態出來讓我們看得到 都不知了 一個月的高低位一般來說 很少是同時出現在5個交易天之內 加上988點的波幅都還是比較小 即是說 在9月份剩下的交易天 理論上一定有更低的 或者更大的波幅點比我們看得到 假設先高後低形態不變 指數是沒有法指上破19839點計算 即是說代表 只要有1200或者1500點的下跌波幅 低位在哪裡 用計數機一計算就算到了 9月份比較難測的地方就是 因為美股由29653點開始的反彈 去到34288點已經是止步了 由這一刻開始的下跌 是有少少想試底的形態 暫時來說 有幾個關卡 31000點的導致 30000點的導致 就看防守性是怎樣 如果防守不住的 最低限度都會進一步試上一次的低位 就是29653點 值得一提的就是 美股好像早前那樣 由29653點一路一路反彈 四千幾點去到34288點 但是廣股沒有受惠 相反來說 當美股由高台開始反復下降的時間 是會累積廣股的 即是人聲是拉不到我們 人跌就一定拖到我們了 簡單說 廣股的勢一直都是直弱的 來到現在這一刻來說 最好仍然是盡量保留實力 保留現金 如果真是貪便宜 要少住地去搏一搏的 那就勢住好了 輸贏總之在一個很小的幅度之內 一兩千元能夠解決得到 就解決了算數了 因為現在絕對不是重倉去低級的時間 就算收上了現金也好 不妨等等先 最低要等到美國真是加完息之後 看看情況是怎樣 過早如果坐重倉 辛苦的一定是自己的了 星展 今天有一隻衍生工具跟大家分享 今天講的是941的擴論 24414 行使價是56.05元 到期日是明天2月 實際槓桿大概是10.8倍的 941中移動的股價 如果是49.6元 24414的擴論 大概是1號2次 假設941的股價 能夠上回到51.6元 24414的擴論 應該有機會見1號8.3元 前作的升幅 大概是52.5% 相對來說 如果941股價受壓 而輕輕再低見48.8元 24414的擴論 亦都會跌到1號 前作的跌幅達到16.7% 相關資料是由星展提供的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些 24414 這隻941擴論的條款 街貨是怎樣 卡進去星展網站 就會看得很清楚了 幾分 雙反應 對 10幾分 417 017 017 1號 10 10